你高谈我扩论 欢迎来到高谈扩论聊天室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高谈扩论聊天室 话说呢这个节目其实也已经谈了蛮多 或者是蛮久的像是蔡英文论文本这个主题 因为倒不是说我们要成为那个彭教授的侧义或什么 而是觉得说这个主题实在是一个公共议题 就是说大家继续谈下去的话 才能够可能会造成某种舆论的压力 虽然说我们这个舆论也算是小众 但是我想说也是可以击杀成塔 滴水穿石这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其实蔡英文的这个论文本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问题 要证明有没有论文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你如果有就拿出来而已 所以弄得那么复杂 就表示说其中一定是有问题 高谈扩论最近还有看到有什么精彩的一些论述 就是在提到说这些问题到底要包含哪些呢 除了上次跟大家帮忙整理了一下说论文门有几场官司以外 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个风传媒里面 有一位中意 中意大大五告厉害 中意大大呢 他就整理了所有的这些论文门的谎言 他把它分成好几类 第一类的谎言呢 叫做博士研究的领域 因为他就在那边讲说 看蔡英文他所宣称的这些话 他说我的博士研究领域有三个啦 国际经济法 国际贸易法 国际竞争法 三个研究领域出现的顺序 及按照前述 但是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说 蔡英文论文门最早稍谎的时间是1983年6月 政大法学评论第27集 自称伦敦政经学院国际经济法博士 远早于他目前拿出来的毕业证书 以及所宣称的什么国际贸易法的 这个博士的这个title啦 所以一个人连他研究的领域都不知道 那这个叫做第一类的谎言 那中意大大呢 他还整理说第二类的谎言 叫做博士论文的题目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次 总共有六个题目 对题目好几个 对啊 所以他其实可以拿六个半博士 因为他的一个题目可以拿到一个半 那这样子 对不起 一个题目拿到一个半 一个半的他应该就是就九个了 九个博士 对啊 我看我也可以拿到数学博士了 OK好 第三类的谎言呢 原始紫本博士论文全世界遗失 这个我们也其实讲过了好几次啊 我们不相信说那个时候阿共 他们就已经有定点斩首这种的无人籍 去把这些所有的紫本都给他烧掉 这个也很厉害 这个这个 这个很荒谬了 而且其实是连蔡英文床头的那本都没有了 都被烧掉了 是啊 然后蔡英文自己自己却不知道 不然就是唯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就是蔡英文他自己说 他考完所谓的博士口试拿到学位之后就想要把那本论文烧了 对啊 大概那本是他自己烧的吧 对啊 所以你看咯 对啊 在《综艺大大的》这篇文章里面他就整理出来说应该要有蔡英文博士的地方呢 然后location1第一个地方就是蔡英文他的床头 然后再他就说 诶啊那个论文他死都不肯拿出来 或者是说遗失 他就跟他打个勾 表示说他遗失了 拿不出来了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应该要收藏蔡英文的地方叫做伦敦大学总图书馆 或者是说伦敦大学校董图书馆 因为那个Senate就是那个校董议会的意思 那在这边呢 他也这样说找不到 OK 而且没有这个编号好吗 那在第三个地方呢 叫做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院图书馆 就IALS LIBRARY 那那个地方呢 也没有 所以呢 那个地方也被定点斩首了啦 然后再来呢 第四个地方应该就是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图书馆LSE LIBRARY 然后那个地方呢 也找不到 好吗 所以呢 真的出现的地方在哪里 叫做The Woman's LIBRARY Women's LIBRARY 对啊 所以这个地方实在是 看起来快晕倒了啦 那第四类的谎言叫做什么 第四类的谎言叫做 博士毕业证书的日期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他这边讲到说 这个谎言是事关诈欺犯罪 非常的严重 因为他在1984年9月28号的 政治大学新聘教师资格审查履历表上面 所填起的博士证书日期 是1984年4月 但是 与现在蔡英文拿出来的三个版本的 博士毕业证书日期 1984年3月14号 不同 OK 那第五类的谎言呢 叫做博士的学位数量 1.5个博士的意思就对了啦 所以我每次来跟那些老外 讲说1.5个博士 他们都听都听都没听过 然后眼睛都睁得大大了这样子 那我就比较话说 从头这样子来跟他们解释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个 他们的外宣 如果能够来努力的来让全世界都知道说 我们的总统 伟大的四军领袖 他能够有这种 1.5个博士是多么的光彩啊 所以你会觉得很夸张啊 对我们隔壁的那个 我隔壁的那个国家 他不是有一个什么 军事战略研究报告吗 就里面也提到了 就是说什么又论文本是 这个什么中共啊 用来造假消息啊 然后来这个影响 这个所谓的蔡同学 还是划过总统的这种什么声望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说 他们也提都没有提 那个1.5个博士这个数字 所以可见他们也不懂 或者是说蔡英文 他自己现在可能也发觉 楼子统大了 那2011年怎么会说成说是1.5 而且连那个洋葱扯淡的是 白纸黑字都写1.5的 然后后来 弄不出一个证书上面 真的有这样加注的 所以现在他们连自己外宣都不敢讲了 这个就荒唐了 你刚刚这样子讲 我还想到说 要不要去看一下 那个他的Digital copy 看看他的那个 1.5的博士那个地方 有没有改 不知道那一张会不会被改掉 不过没关系啊 反正我都已经有纸本了啦 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派无人记 来我家把我这本给烧掉啦 但是你如果要把所有的 人家找到的那个 找到了那个什么大姐姐 什么什么姐姐去伦敦陪我 那个在纸本里面应该还是 还是那样写的 有啊 有啊 还是那样写的啊 对 所以他现在 他现在不可能再版啦 所以他就是把那个 就是数位版的那个改掉而已啊 现在其实 好像就是明目张胆 你就觉得说 就算你去把我找到打脸的 然后我也可以有办法跟你讲 就是可能会说 啊 来不及改啦 或者是或者是说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说词 对啊 就是 我觉得就 连那个日期的问题 其实 好像因为 我记得我们那个 稍早 访问那个贺教授的 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到节目现场嘛 然后您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理论 不过 在等到之后 我们再来评论一下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 关于考试日期 也是蛮有趣的 对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蔡英文的这一个论文门 其实真的早就已经破案了啦 只是还是有 台面上有许多人在那边硬拗 不知道是为了 他们的这一些生计而言啊 或者说为了要赚点月率而言啊 因为我发现说 骂论文门的人呢 他们其实 如果你是站在蔡英文那一边的话 那些声势都特别的高耶 所以我反倒觉得说 宝伟的那一种的审判 或者说那一种判断 其实是非常的奇怪 因为他就只是 他给在那个彭文正教授这样子 啊可是哦 你看我们这一种 在骂论文门的 他们就说 哦这个叫测意 然后在那点月率都没有特别的高 我们没有为了生计啊 就算我们是为了生计的话 我们点月率也没有特别高啊 反倒是那一种 在批评彭文正的那些人呢 他们的那一种 站都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逻辑 我实在是想不通啦 不过我们之后会跟继续来跟这一个啊 特教授稍早的这个录音 就像刚刚您所说的一样 特教授他会对我们提出 呃带我们提出更多的这一种对知识分子啦 还有对这一些台湾的这一些装饰的人啦 哦他们提出这样子那种更深测正眼力的这种的批判啦 所以等一下如果身体有不适 或者是说感到恶心想吐的话呢 请大家同学趁着这一个休息的时间 要换场的时间赶快去厕所吐一吐 好我们就回到稍早的录音现场吧 嗯 好 我还想要请教教授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您的这个行政法院 如果假设真的最后到表姐夫的话 那那个时候算是法律审嘛 就是所谓的法律审 对那这种所谓的最高法院啊 法律审啊 上次我们听张静律师讲说 比较可以要求到说会执行这一种的直播 那这种的直播你觉得 呃我们要求他们直播 这个有没有法理上的依据呢 或者是说这个本来就是呃不可能的事呢 这个没有什么法理依据 因为本来公开 呃审判就要公开嘛 对 公平公开嘛 那随着时代进步 因为这个传播工具不一样了 当然可以顺应新时代的传播工具 做更有利于公开的这样的一个 呃一个 转播嘛 那问题是法律审有什么好直播的 不知道 他不是辩论庇耶 哦 他不是 你这个法律解怎么解释 那呃出审法院的这个引用的法条有没有错误 有没有去误解了这个法条的原意 嗯嗯 他根本很少开庭的啊 最高法院很少开庭的啊 嗯嗯 都是文字上大家互相争认 甚至一般都要求到最高省一定要请律师啊 他认为那个是专业的事啊 一般老百姓没办法打这个官司啊 可是现在法 现在的行政法 诉讼法有改 就是说教授是可以不请律师的 可是很累耶 你知道吗 教授可以不用请律师 跟他玩着文字游戏 而且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这个官司已经没有法律的问题 没有法律使得 是个事实犯罪的问题 对 对 事实 他国家机密法 你必须要总统下律 你国家最高机密 那你有符合这个条件吗 这个国家机密可以包括总统的学历历程吗 你自己也公布了 问题你公布假的 这是国家机密吗 嗯嗯 对啊 而且那时候他还不是 除非你说这个是张亚中所说的 是国家机密 是啊 那这个有什么 可是问题是他是在总统任内 他才能下令封锁啊 嗯 而且他一封到2049年 他到两年以后他已经不是总统了 还要封锁 他知道所以我就上次我就讲过 我的资料也封锁嘛 那我可不可以上个书请你把我的资料公开 我不想封锁到30年 在家30年 我自己永远都看不到 别人都看不到我的资料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要封锁的嘛 那我我我个人资料法 我需要你公开 你是不是要是不是应该要公开 你要尊重我个人的意愿啊 嗯 你把我的审查资料 我需要你公开啊 这个完全没有道理 这个不是法律法理的问题 嗯嗯 完全不是法律的理 所以法律法律审没有什么好直播的 没有什么好直播的 对啊 员论庭才需要嘛 嗯 员论庭才是说 我我把我把事实真相 双方的攻防啊 看谁有理 然后公平公开的给大众来来公平嘛 这样法官就不能够有所偏袒 或者你在胡说八道 你法官 这个律师什么都不知道 我回去研究研究 回你问你问一下怎么写 我下次写你的书框 对啊 都都很可笑嘛 嗯嗯 是这样子 嗯嗯 反正是 反而是 当时辩论庭 我觉得是直播是顺应一个时代的潮流 嗯嗯 让诉讼更透明 对你觉得说 其实如果有辩论庭的话 这个所谓的陪审制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OK 因为大家都可以参与了嘛 可以表达意见了嘛 嗯 可以看到你法官 也没有公正了嘛 嗯嗯 对 陪审主要是说你 其他人不知道是要去制衡法官的自由新政 太过偏颇嘛 嗯嗯 才让一般的 一般的人也可以参与审判嘛 嗯 可以一般人他的挑选是非常麻烦的 嗯 而且也不知道你挑选的陪审员是不是真正 我们很多电影都叫陪审员被控制啊 陪审员都被带着鼻子走 都很有可能嘛 对 其实公开是更好的 嗯 只要资讯公开我觉得是更好的 OK 嗯 所以就是说资讯公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很重要的 对 真的 真的 而且特别是在这种 特别是在这种辩论的情况下 然后看得出说谁有理谁没有理这样子 然后就把它攻击于是 对 嗯 其实也很感谢教授今天接受我们访问啊 因为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在澳洲哈 我就刚刚就想到说Tribunal和Court 哦对 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就在想说我们澳洲的这个制度我当然是不是很清楚啦 但是我们那个Tribunal我就记得说好像是英国法系 应该是大陆法系 对 应该是英美法系 对 我们是英美法系 所以我们也有那个Jewelry 对 那我们这个Jewelry是真正的Jewelry 消费者基金委员会 类似那种 对来众财 然后如果真的还不服的话 就是去Tribunal 对 那我就记得说那个有那个所谓的那个Tribunal 然后就是做检疫的审判这样子 然后再就是检疫的审判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说这个就是比较 比较省时间啦 然后不用花那么多的那一种社会资源啦 然后再大家就可以keep moving on 他这幅也不开辩论金啦 对 然后英美法系主要是它是CAMALO体系 什么叫CAMALO体系 他就是比较尊重一种大自然的一种 一种人性本善的那种判决啦 所以他不会拘邻在这个条文的 这个机械的解释上面 对 所以英美法系的话 他每一个法官的判决 都可以在下一次的审判时候被引用 对 那大陆法系不是 大陆法系是非常在执着在这个条文的解释上面 对 非常刚性 就是说条文 那条文当然也有法官适用法律时候 他有他自由的一个尺度 自由心这样 对 所以英美法系因为它是完全靠判决 靠很多的common law的sense 靠equity的这个观念 就是横平的观念 所以他必须一般人用一个正常人 我请问你如果蔡英文这种人去做陪审团 你想会怎么样 因为陪审团你都不是说天真纯洁到 我真的是毫无偏见 对 对不对 所以在马克图文的小说里面说 什么人最适合做陪审团了 你认为什么人最适合 你认为是公正的人吗 哪里去找所谓的公正人 他最适合做陪审团是 罪汉 白痴 因为他最没成见 对 他也不看新闻 所以他没有他自己的意见 然后他到庭上去听你们双方互相辩论 然后认为谁比较对谁比较错 出出于一种天性 一种人类里面的一种正直的观念出来 那这种人现在还有吗 是不是剩下白痴跟罪汉 对啊 所以这马克图文的小说里面说 最适合做陪审团的就剩下这种人 对啊 因为圣经传道书也讲说 在数千人当中我找不到一个正直的人 很难啊 尤其你不管他 也许他自认很正直 可是因为他长期的教育 比如说我们长期被洗脑 对 所以为什么会有什么蓝粉 阴粉什么粉 这就是他自认为很正直 他认为他喜欢的人 是绝对是最好的人 对 可是你如果盘观看 他其实长期被自己的感情给勒索了 对 给绑票了 对 对不对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其实被绑票了 真的 然后以这个台湾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那种关系之绵密啊 对不对 表姐夫都可以出任这么大关 对啊 那我们什么地方不可以找到一点关系呢 对 你要怎么去撇清一个跟人告被告 完全毫无花格 完全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 我完全批我的天赋良知去做判断的人了 有 可是这个功夫可是不是简单的啊 真的 所以美国的陪审制 陪审制最早发源于这个 英美法系 因为他们是用common law 用判例 用判例作为裁判的基础 所以他必须加速人性的本质 那大陆法系是讲究刚性的条文 可是也是因为他的法官是都是受过最严密的训练 最专业的信念 所以信任法官的自由行政是公正的 所以用天平就是要 偏偏这个中间都出现很大的漏洞 对不对 越是制法的人越容易犯法 蔡英文是法律季毕业的 法律的1.5个博士 可是他最会专法律漏洞 所有法律上的不正当的这个获得 他都要争取 他都可以违法 没有人管得了他 可是你知道吗 他讲说我都是依法办理 讲得非常的顺溜 行政官最爱讲的话 我都是依法行政 法是你定的 你要什么法有什么法 立法委员你控制了 司法系统你控制了 你依法有意义吗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法治下的独裁 外国人说台湾都有法 都民选 我们的选举已经疯狂到这种地步 然后我们的权力分立 已经没有监督的功能 没有制衡的功能 立法机关他蔡英文要什么法就立什么法 不要什么法就什么法 不要 完全他御用的 要什么租就什么租都来 就变来租 对 他要什么 他说这个总统府说的你还不相信 你简直是贱民一个 刁民一个 对啊 而且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说英国的这个Tribunal Court 他们又这样子息事宁愿 那法院他又是可以 台湾的法院又可以借由这个来说 他们也这样判决 会这样子 是 我就看嘛 看这几次的判决出来嘛 因为在彭文正的在行政或民事官司里 您看到地检署的完全的偏颇嘛 对啊 白纸黑字可以写出来说 总统府说的你这还不相信吗 政大说的你还 都有审查制度 蔡英文一直说我都有审查 结果你看我们的政治上在根本没有审查 你看他讲的 对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对啊 他面不改色耶 他面不改色的讲这些话耶 对 还是正正有词的 非常正义凛然的说 我这个都是经过合法的审查程序啊 这个全是谎言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问他们说 那现在总统府他们好像声称说 变成总统说变成17号口试 那之前那个LSE说16号口试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哪个呢 他连LSE那一下他都毁掉了 都是在配合他说谎啊 那我说其实这是不可思议 就是说他们明目张胆的可以这样做 他就是痴病了 很多的人民不清楚这个中间的很多的问题 到现在大部分人都说不可能吧 政大不是有审查吗 那个时候怎么可能这样子呢 学姐也是这样怀疑啊 怎么会没有论文呢 你看男赢的节目里面 这些什么审富雄啊 什么什么这些人不都讲吗 怎么可能没有审查呢 那是他们的国民党执政底下就是这样啊 国民党也不敢打啊 我其实想得到一个理由啦 那个16号17号这个很好解决啦 我发挥柯南的精神来帮他们想一个理由啦 这个理由就是说哦 因为呢 在台湾的时间算是17号 所以在英国算是16号 有时差有时差有时差 哎这个好 你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啊 会被网罗哦 哎不行啊 这样子零九万不好嘛 对不对 那只零九万块这样也不好 哎你这个要加一个一个月 一个月要加个要加个九百万吧 或者九四七八万吧 现在现在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开玩笑 我觉得这两年是台湾非常危险的 真的真的 你看他这一次啊 因为男赢有人出来说已经要追究 以前都不敢追究嘛 对不对 其实男赢也没有什么能力追究 因为他在立法院里面他也没有过半 他也不能够提出罢免案 他还能干嘛 他对立法院他自己也不懂 你看他那些名嘴都在胡说八道 根本就搞不懂 还有我前天还看到一个节目说 当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 我们是蔡英文的打手 想要转移他其他弊案的焦点 哎这个他们都跟你一样 这么聪明都想得出来 这男赢的态度 然后绿营的时候说我们是中共带同路人 对不对 男赢说我们绿营的打手 因为想要转移焦点 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存在 那我们不可能有假 不可能没审查 那我还故意打这个问题 是要转移他其他什么赵峰案 什么庆峰案 这些乱案的焦点 你看这种话都说得出口 而且在传播媒体胡说八道 这些名嘴 也不要负责任 也不要负责任 希望有记录将来他们对历史负责 他们都不负责任 随一口随便乱讲 真的 男赢的团队不也是这样讲吗 那丽营根不要谈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就欺骗老百姓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他就可以为所欲 反正我说谎老百姓也搞不清楚 真的 这个诉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什么叫刑法 什么叫民法 我这次觉得最大的痛苦 就是说我们法律人真是有guilty 为什么把法律搞得这么专业 只有律师可以赚钱 人民完全没有办法去进入法庭里面 可以说我人听得懂的话 真的 而且会被那个法庭的气势 马上就吓到说不出话来 真的 那这种司法是人民要的司法 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司法 我就其实听过有一个这样子的说法 就是说当一个强暴犯 对着两个女孩子 然后再对一个女孩子在强暴她的时候 另外一个女孩子他们就说 有人就问说为什么另外一个女孩子 她不去叫 或是说不去请求帮助 但是她说这个其实在心理上 她其实已经被那种强暴犯 对真的被吓坏 然后再真的不知道怎么动 那我在想到的就是说 这种像老师您刚刚讲的这种 在法庭里面的那种气势 其实对小来百姓 真的是一种非常不友善 而且是非常会把他们吓坏 把她当小白兔 然后就真的被吓呆了 我以前在这个乡下工作的时候 开车回来这个雪梨 那你我知道我开车回来的时候 会看到那种袋鼠 那袋鼠是被撞死在路上 为什么会被撞死在路上 我之后就去查 那我就发现说那种袋鼠 晚上在跳的时候 然后他们看到说有人开车过来 他们就是这样子 傻傻的瞪着那一个车灯 然后这样子就被撞死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被吓死 或者说被吓到不敢动 没有办法正常反应 你知道像我们这样去打官司 我们没有请律师的话 真的是没有办法进行 因为那个书上 你都看不懂写不懂 那对方是反正用国家的钱 你看有时候跟大企业 他都有很庞大的律师团 对 你一个老百姓最多请求法律辅助 法律能够辅助你多少 你可信任不可信任 他就故意一种监设 专业到你一般人进不了这个领域 所以律师真的可以操纵很多事 你讲律师他会 我不是讲某一个律师 我说一般的通常情况 他跟法院其实是一辈子的伙伴 你知道吗 我今天这个庭我不遇到你 下一个庭我还会遇到你 对啊 他愿意说我为了一个当事人 没有其他的考量 我要拼死去为这个当事人争取 对不对 这个真的他变成一个 这个圈子里是非常的离人民 非常远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法律教育 我真的常常我都觉得要反省的话 我们法律教育失败之处 真的 越来越专业到这种程度 完全不能够体会 后来有很多法律辅助 有义务的辩护律师 我们看到很少有那个都是热血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的 看到一些热血律师的电影真的很感动 对不对 对啊 可是越感动就表示说这个现实社会 越拖 对 他不是正常一般现象 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大家都要去反省 那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地方是 法律都是已经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政治呢 我们的政治被这样子的人在那边操弄 玩这些文字游戏 然后现在大家也都是在那边纠缠说什么 蔡英文是华读还是什么台读什么有的没的 这样子就在那边一直吵 结果大家都忽略了这个本质 本质就是骗子 但是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这真的是悲哀 我觉得不可惜就是他骗数这么高明 可他程度又这么差 所以又这么粗糙 那这个真的是大奸大奥造成的结果是毁掉台湾的民主 而且我觉得这两年为什么 你看这一次的国庆他的讲话 因为有这个国民党好像最近比较愿意出来讲这个问题 他觉得蓝营的票他要放去 他要赶快拉拢台独的票 所以他现在提出四个坚持 我要请教李小峰也好 蔡定贵也好 请你们第一个上前线 你们这么袒护蔡英文完全没有是非 只顾立场的话 我请问你到台湾最危急的时候 你们这两个老头子要不要第一个上前线 这是可恨到极点你知道吗 完全不变是非 你还是大奸教授 教授对不起 我打个我鼓个掌好不好 因为我想要跟你讲一样的话 我要加一 李小峰教授 蔡定贵教授 呼叫一下哦 我们的贺特分教授在问你哦 你们这学术的尊严 完全蔑视 完全时间去支持这么一个 骗到极点 然后骗数又不是很高明 可是祸害无穷的 你要怎么去对你的学术做个教授 对啊 汪达瑞教授也麻烦一下哦 我来呼叫一下哦 OK 汪达瑞是人吗 汪达瑞不是一个人吗 他好像不是人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真名是什么 搞不好 我觉得很悲爱就在这里 对啊 陈十分教授 十分教授 也麻烦你呼叫一下哦 李中之教授 也麻烦呼叫一下哦 对不起哦 我一直点名哦 还有一个什么 姚孟昌教授 也麻烦一下哦 那也不是教授吧 好像不是 他是研究员 所以说 还是这样的 可是我觉得说 这些人他们也都会慢慢被影响成 例如说像蔡定贵刚刚讲的 他在国外打了好的疫苗 但是他说要人家去 要人家打高端 我说真的 亏他讲的时候 所以他只要手段 只耍手段 只要目的 他完全不讲是非了 那这样你凭什么做 做在学术里面 去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这样我不愿意多说 我只是要提醒 台湾君主在危机中 因为蔡英文要脱逃 他是不顾一切手段 他要自取利益的一个人 从以前的历史就可以看到 以前的经历就看到 只要对他有利的 他是绝对不管你法律或什么的 当他今天围到这个危机的时候 他怎么会不制造这种危机 让他脱逃 顺利的脱逃呢 承担这样的一个祸害 就是我们 我们的老百姓 真的 所以蔡定贵不可能 他们老了 不可能跑到第一线去打共匪 到时候他谁是中共的同路人呢 现在就是那些还坚持着那种 对抗威权的这些人被打成 跟过去的三合一敌人的概念 是变得很类似的 你只要对他有批评 那这个是民主制度 民主不就是制衡于监督吗 你要去监督 你要去制衡 你就变成敌人的同路人了 你就是敌人了 而且刚刚这个不好意思 刚刚那个贺教授 其实也让我想到说 还有好几个 看好几个还没有点名到啦 范志平教授 也要点名一下喔 因为您说那个陈学胜 他引用什么蔡英文的那个论文 那个不是他在LSE写的论文喔 那是他以后才发表的 所谓的论文喔 所以人家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喔 什么姚孟昌 对啊 刚刚我点名了 这些喔 一个一个都点名抓出来打屁股 没有用啦 我跟你讲 台湾最后的祸害 是由我们来承担 像蔡定规这些人在美国都有家嘛 他连打个疫苗 到美国去打嘛 因为我们这些在台湾人 要承担这样的苦难 所以其实这个 其实当然本来 它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但是现在已经衍生到一个 政治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你要留心他 怎么样制造一些争端 然后让他安然的脱逃 我跟你讲 司法的问题大家不要既往太高 司法一定旷日费时 等他下台之后 你说会会那么乐观的说要制裁他吗 我告诉你 我的判断是 唯夫其为 唯夫其为 我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 当他已经下台了 判文中已经下台了 追究他这些责任 你真是没事可干了呀 对啊 尤其是像刚刚老师也提到说 蓝营绿营都是这样一个态度 所以即使是换一些人执政 他们现在其实也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对啊 对啊 他们有共同利益的时候 绝对一起的 你现在立委在议场上打给你看 私底下勾肩搭背又去打高尔夫啊 泡温暖啊 泡山温泉啊 到KTV啊 他们是联维一起的 真的啊 我现在真的都不相信这些立法委员 因为太让人失望了 去年支持小党新人 结果这样的表现 对不对 马上就被收编 像范云 怎么样垮垮的谈 骂我们说是 他蔡英文论文是真的 他应该是台大都混不下去 赶快去拍马屁 做立委吧 对了 还有范云 忘了点名 对范云 对啊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 也百合的时候 还真是合作伙伴 对 没关系啊 老师遇人不属 遇到我们就OK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知道那个其实还有很多英粉 我还看到我在一直摇头 他们还在那边讲说 谢谢你们 批评蔡英文可以啊 但是 既然台湾是和平革命 然后 然后在那个小英在适合的时候 前两天不是说什么 两岸互不隶俗吗 只要用和平方法来建国啊 面战不避战啊 尽量避免台湾人打战啊 什么样啊 然后应该尽量避免 您这些批评人的 批评的上战场 您应该要感谢啊 因为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蔡英文呢 好棒棒啦 就是维持两岸的和平这样子啊 然后再来呢 没有让你去上战场 所以你们就不用骂蔡英文了啊 那我就回他一句啦 我就回他说 如果发生战争齁 你要问的应该是 谁能够有空军一号 马上去逃难啦 OK 当初 中华民国跟美国在断交的时候 有人选择留在美国 继续再读一次一模一样的科目啦 要不要猜猜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现在最有权力的 这个不是吗 然后再你就说 有没有证据说 他不会滥用国家资源呢 当然啦 他现在不就是掌握最大的权力 却断用国家的机器 来告人毁人明洁吗 对不对 而且还是选出来的公谱 他一向的 他一向的就是说 他不要对他有利的 他是不择手段 对 然后他的说谎的这个 这个完全填不止大啦啦的 很粗糙的谎言 已经使他纯性荡然 还有人相信他在国庆晚会的时候 练的稿吗 那是他写的 他写不出来的啦 他只是练稿啦 不可能写得出来啦 文档写的这些东西 你看看对方的回应 除非他跟他们 跟对岸商量好 两个一起演戏啊 对 是还蛮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啦 因为你看所有这些 蔡英文出问题的时候 不是都什么共鸡绕台 然后让他有芒果干可以买 我觉得习近平对他最欣赏的就是 大陆是不讲民主 不讲选举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哈哈哈哈 你们台湾人讲民主讲选举 你们就选出这种总统来吧 刚好证实 证实大陆他们是对的 他们独裁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 基本上就是一种 他真的很感谢蔡英文的 证实大陆的独裁是对的 你看我们选举 选出这种人来 然后我们现在束手无策 我们除了要求他下台 是我们唯一现在能 能讲的话以外 我们罢免也罢免不了 这个坦克也坦克不了 因为立法院都掌握在他那里 司法院掌握在他手上 连坦克都需要立法院通过之后 才送给大法官 大法官全是他任命的 我们怎么动 整个法治是保障他的独裁 这不是习近平觉得哈哈好笑的地方吗 了不起的自由民主今天是这样的下场 不是证实独裁才是对的吗 才是正道吗 这个也是可以证实 为什么蔡英文觉得蔡熙会很诱惑吧 两个都互通有无嘛 互相互相帮忙嘛 我告诉你就是要像共产党那样独裁 才能保持和平 然后所以台湾搞成今天这样 所有的机制全部破坏 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笑死人了 考试院是这样的吗 监察是这样的吗 都变成大笑话 连司法官 大法官的任命不是变成笑话吗 他找什么人去做这个任命小组 对不对 你去查一下任命小组的成员 你就知道会任命出什么样的大法官来 然后大法官需要去谈课 总统可能吗 这什么宪法制度 现在他还想要修宪 对 他还要控制六都 所以他控制立法委员 现在明镜他为什么要坚持做党主席 因为他可以控制立法委员的产生 包括分区或不分区的 不分区就是他敲板阵地 对啊 蔡英所以是第一名不分区嘛 就是因为蔡英帮他提包包嘛 对 然后证实他的论文是多好的嘛 所以蔡英是第一名的 而且整个小党就归附去了嘛 对啊 他连这个都控制啊 那不分区更要更要控制 他现在不是要六都的首长 他要控制吗 那政治人物就是要一步一步爬嘛 你搞了一辈子的政治生命 难道会断送在这里吧 当然要乖乖地听话嘛 你听话你才能做六都首长嘛 你才能有前途嘛 立法院整个就控制了啊 那国民党是没出席到 会有吴思怀这种人去做不分区嘛 那你还要人民怎么相信你呢 对啊 我刚刚其实在听那个高主持人 您在讲说那个什么 有些人讲那些话说 因为蔡英文给我们这个什么和平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很痛心的一点 就是说现在的这些知识人 包括刚刚点名到的这些 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一块了 因为他们过去在讲说自由民主什么的 现在碰到蔡英文变成蔡英文做什么 你要谢主隆恩呢 对啊 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了 民主最简单制衡监督 权力分立 全没有了嘛 司法独立 最重要民主的就是制衡监督 权力分立 司法独立 媒体更惨 公共媒体都沦陷了 我觉得我很痛苦的都是这件事 公共媒体当时我们为了推动 公共电视是多么努力啊 结果公共媒体现在完全沦陷 变成跟民间的商业台 去竞争什么金钟奖 最早以前我就反对公共电视参加金钟奖 你拿我人命的钱 你没有广告的压力 你制作的影片为什么要跟民间的电视台去竞争呢 你一点都不光荣嘛 你拿了多少钱去做这些很奇怪 都是洗脑的节目 现在他连公共电视的董事长要由行政院长指派了 然后公共电视连这个弄我们这么重大事情报道过吗 连新闻都不报道 没有 全台湾都装都不知道 对把媒体可以压召 媒体既然臣服到这种地步 你说台湾还有自由跟民主吗 没有啊 而且大家都已经变成北韩了 然后都在拥戴这个竞争 还是要和平啊 那和平 其实和平我觉得不是这样 和平最好的就是投降啊 对啊 您是直接把他的本子讲出来 一旦都不要放 直接投降 是最和平嘛 是啊 然后把这些异议分子都送到新疆 弄个坑买起来了 同路人就全部就收拾了一下嘛 所以其实 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那边什么彼此抹红啊 然后现在反倒都是中共都不讲话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最可怕的沉默 因为这种沉默就是在看着 他不需要了嘛 你们自己 不需要 他打了这场仗 他还要打什么仗 对 不非一兵一足嘛 对 因为你的最上位者 根本就没有这个心思想要保卫台湾 那也没有这个心思想要去跟人家好好玩 因为自己最大的这个要害 都被人家掌握住了嘛 那你这样子怎么去长 你这样子怎么去带领台湾 你看看我们军中的纪律 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小屁 我们革命军人 只会比揪蜜 除了揪蜜啊 为什么 一想到你啊 好恶心哦 不是不打吗 他因为说他觉得不发第一弹嘛 那人家这样这样 我就一直一直在挑衅你好了 反正你不会发第一弹嘛 我今天每天在你头上 在转转转 然后还骂你出话 他不是摸摸鼻子就算了吗 这个叫维持的和平吗 而且就是今天公祭明天旺季 你看我们的那些国军的那些设备啦 然后你看我们的那些钱啊 要泰换的那些机型啊 全部都没有去泰换啊 然后那些装备也都没有去更新啊 这一次所谓的国庆 还敢跟人家秀出什么两架幻象战机 在那边飞来飞去 等一下如果出事的话 看你怎么办 我看一个新闻说是 零件要阿兵哥自己去买 上次有一个军官不就这样 因此上吊了吗 这个实在是 真是比这个是 什么漫画 什么荒谬剧都不可想象的 真的 这种四军统帅 言论自由在西方国家是多么重要 人家你看这次的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 就是敢抵抗权威的 这个应该推彭温正去选举 选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你和林王财 和彭教授你们都陪他 你们都去一起聆领奖好了 哎呀 不过今天真的很感谢校舟 在政治的国家也没这样吧 没有 就真的是比你那个北朝鲜 这真的比北朝鲜还糟糕 今天感谢教授啦 后面这边完全加开 一刀不剪 我只是稍微跟他修一修 然后把他分成两集 没有啊 感谢教授 真的感谢教授 因为我们最后也是很自然的 就谈到这种倒行逆施嘛 所以我觉得这很自然啦 不过真的感谢教授啦 今天很感谢教授 谢谢你们给我一点温暖 不会啦 真的感谢教授啦 教授要来找我们取暖也都OK 随时欢迎 而且我们是帮忙一些人讲出他们的心声啊 所以我想他们听起来应该也是可以释放一些那种生活中的郁闷 这样子 对啊 对啊 那我们那种今天就录到这边了 感谢教授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教授 谢谢 好的啊 谢谢 谢教授 贺教授那个时候真的是骂得畅快 对啊 因为确实是有很多人 我觉得说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说 他们其实当初就是要反对党国体制 然后这个党国威权思想 主要应该就是这个思想层面的部分 应该要解职 可是到现在好像他们支持的 其实就是那套党国思想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不能理解的地方 而且我还不能理解的一点 就是说有很多也反对 或者是对蔡英文有些意见的裁判 可是很有趣的是说 他们遇到一些什么某些政党 明明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就蔡英文的侧义 然后呢只是因为他的立委在上面讲台语咨询 那我上次也讲过说 为什么讲台语这个一定会被打枪 因为人家就是看破你手脚 就是对于真正耻笑台语的人 你就不敢坑嘛 所以他们就看得很清楚 就把你打枪 结果就是这些人 他们还能够获得这个台派的相挺 所以我就觉得说实在是非常的有趣 就是说为什么他们对于很多事情 没有办法真正很清楚的去看到说 这种支持蔡英文的 那你觉得说他真正是一个台派吗 或者是说只因为他讲台语 他就是一个台派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而且我觉得说这一些台派 他们会被人家看清其实也是起来有志 因为关于这个陈伯韦他的事情 对不对 我觉得说让台中人自己去决定就好了 反正我们其他人在那边把人家讲迷 因为那对类话就干什么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硬要说 泛兰他们讨厌 所以我就意志要反对泛兰到底 你这样子做不就是中的那一些 在台派上掌权 然后现在的这个执政党 他们的党主席 他心里所想的这样子的一种企图吗 你不是中人家的圈套吗 而且你会发现说 这些所谓的台派媒体 一个都没有敢出声 关于蔡英文的这一个论文门 OK 还有人在那边讲说什么 民报啦 他们也是什么勉强存在而已啊 圈圈叉叉咧 我们只要是要去民报推广说 来请大家也来帮忙联署哦 联署说那个推讨蔡英文哦 蔡英文要下台哦 然后民报也没有跟我们回应啊 什么都没有回啊 对不对 然后严格怀疑说 民报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民报了 那我非常的伤心啊 连个信都没回了 对他至少是说道德勇气不足啦 因为虽然说那个下次我们 就是也会预告一下就是说 会请那个刘仲一教授 因为毕竟他是台派人物嘛 他就对于台派的分析会比较精准 那他的其实有些文章好像民报还是会登啦 只是说民报现在采取一个策略 就是说像我们贴东西在他的网站啊 或者是说那个刘教授的文章他要登 他可能还是会登 但是他就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登这种连数 因为连数就等于是说可能他们负责人必须要负责啦 所以我想他们就是说这种道德勇气还是不足以让他们去负责 但是如果你要登像什么林靖佳医师啦 或者是刘教授啦这种就是别人的文章 他可以不负责 因为他可以说这个文章内容不代表本报立场 这样其实就逃避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台派即使是有一些人 他们比较反对 但是他们还是不太敢 就是正式的公开跟蔡英文撕破脸 或者是说真的去有道德勇气去声援这些对于论文们 或者是对于蔡英文本身 或者是对于各种政策有意见 那我其实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台湾社会还是不能够形成一种 如果你有错误的话 可以需要大胆的被指证出来 而且其实蔡英文本身就是台派的一个岩细胞啦 如果你没有把它去除的话 它就是像我之前说异形一样越长越大 现在已经是这样子啦 它就已经变成你台派的象征符号 如果你不把它去除的话 那永远他就是会觉得说 人家就觉得说你台派反正就是会选出这种人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岩细胞为什么不割除 对不对 然后在做医生的陈永庆医师 难道他不知道说这种岩细胞要割除吗 OK 这是我对引民报的第一个质疑啦 当然我把同样的标准 用来质疑其他的这些报纸 大纪元 新唐人 我这些全部都要点名 我今天非常的火 为什么呢 因为大纪元和新唐人呢 你看他们做什么事 他们只会在那边报说什么 美国 好像什么染疫持续的很多 我上次就看到一篇这样子的文章 我就跟他点过去看 好了 他引致CNN的连结 那那篇文章呢 他引致CNN连结说什么 埃达侯州 OK 他们的那一个殡仪馆已经 没有办法装下更多的这些染疫死亡的人 好 那再来呢 我去查一下CNN有这篇报道吗 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CNN把这篇报道给下架 姑且不论CNN 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到底是左倾 或者是右倾 OK 那你看CNN的这篇报道 他上面其实还有一句话 这个新唐人电台 电视台 或者是说这个大纪元 他们是同样一个团体的嘛 他们都连讲都没有讲 那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这一些染疫死去的人大多都没有打疫苗 许多许多都没有打疫苗 OK 那你这句话没有讲出来 然后就断章取义的引用人家的这种消息来源 然后再来呢 新唐人还有这个什么大纪元 他们有出现那些广告吗 蔡英文下台这样子的广告吗 我没看到 没有 OK 根据实际上的情况 我听说 他们里面的人 他们对这个论文本 他们是定调 说不要去碰 不要去讲 道德勇气都没有 你还指望说这样子的人 会来带领 会来这种反共 OK 表面讲反共 不代表说他真的会反共 表面讲台派 他们也代表说是真正台派 对台派有害的IC报告 趕快切除的话 他在那边一直讲说 连这个联署都推不动 OK 那我今天还要接到更多的消息 还有人在讲说这一个什么 正明事件论坛的这一个 这个联署是英粉 他们要来收集这一个 反对蔡英文的 这样子的一种做法 OK 我和你和这个刘仲毅博士 都被人家抹红成 说我们是要来收集 对我们都已经变成英粉了 这真的是对我们最大的耻辱 骂英粉都已经骂到 不知道怎么样的 结果那些台美人 他们还是说 哎呦我们这个叫做这个 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来签名 这很好笑 要看一个人 他的这个政治倾向 要不要看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对不对 那蔡英文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嘛 我们做的跟我们说的 都一模一样嘛 洪文正跟他做的 和他说的也都一模一样嘛 OK 对 那个其实那个反应 就跟之前我们呼应到 贺德芬老师在批评 那个蓝莹的节目 就是说他们在讲说 你们就是要去 讲蔡英文的论文 就是为了要避免 讲蔡英文的弊案 那其实这个 这个质疑就是很奇怪了 因为一个人有没有论文 有没有学位 都没办法诚实的话 他自然做很多事 说很多话 都不能够诚实啊 但是你跳掉那个 他最长时间 而且最大规模去造假 说谎 去欺骗 世人这种不讲 然后只是讲一些 弊案啊什么 弊案其实每一个 政府执政每一届 都会有一些弊案啊 我相信 至少都会有一些 不会说完全没有 所以你如果去 谈那个表面的东西 但是不去从深层 谈到说 就是因为这个领导人 本身出了问题 而且这个领导人 本身就欺骗了 诈欺了37、8年 那当然其他人 他觉得不需要 遵纪守法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上行下效的 一个问题嘛 一个上梁不正 下梁歪的问题 所以蓝营的这个 如果说他们这样 去批评的话 那也是治标不治本 或者是说他们也是 也是一样 在用意识形态去说 因为是绿营的人 批评蔡英文 所以你就觉得说 这个绿营的人 是策略性的要批评 不批评蔡英文的弊案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 在节目里面 也有谈到很多 他的政策性的一些问题 例如说 这个什么 教练机的问题啊 太鲁格号 像现在其实 高雄 我故乡不是 就是也发生大火 其实很多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 执政者 他就是觉得说 他不需要去负责 或者是他只要双标 他只要当时说 胡志强应该要下台 或者是当时说 柯文哲应该要如何如何 现在自己就是说 只要人家道个歉 然后其他人就可以说 现在要救灾啦 现在不要去批评 不要去救责啦 不要去这个什么 浪费时间去不团结啦 大概就是这些人 会有这样的话术 都是因为 其实就是因为 蔡英文他带头的嘛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这么多年在说谎 然后才造成其他的 所以你不去批评 蔡英文他本身 对他来讲 最大的一个痛点 也是他会变成一个 让其他人 感染这种炎细胞 而且一直在扩散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也是不全面 而且也是又从 意识形态出发 彭文正教授啊 我们其实都是 完全就是从一个 公平正义的角度 去批判的 本来就是啊 所以这种蓝绿的 意识形态 你继续再看的话 台湾吃早辈子 没干的话完蛋了 拜托 你自己去看嘛 那种 蔡英文他就是得不配位 OK 我们批评他得不配位 那你就讲说 为什么不批评 他的施政手腕 根本就没施政手腕可言 你要我们批评什么啊 对不对 难道发生事情 你们会觉得说 我们很高兴看到事情发生 然后再来批评啊 OK 我们有没有要 为了生计要来充高点阅率 对不对 就像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嘛 那如果为了生计 要充高点阅率的话 我们当然会希望台湾越乱越好啊 问题是我们没有啊 然后台湾越乱越好 你们就可以骂蔡英文 这个也很奇怪 你到底care的是蔡英文 还是说他对台湾再来的影响 他对台湾再来的影响呢 首先第一个 尬派孩子大小 就是教坏小孩子 没有道德观念 没有道德观念这一点 你不提出批评的话 那要批评什么 批评说他施政不好 OK 会抓猫的 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人一定都会有施政不好的地方 对 没有人是施政是完美的 对啊 不然的话 你要不要我们连那种 马英九拿出来一起骂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样的东西嘛 然后再来呢 对这些绿营的人呢 我感到 我反倒有感到更头痛 OK 在那边讲说什么 彭文正教授啦 他去什么 弯曲演讲啦 那个场地啦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啦 然后质疑人家的那种来源啦 质疑这个场地呢 是跟这种 什么意识形态泛然 或者说 意识形态偏统的 这些人来 来张戒还是怎么样 我只想要反问台派一句话啦 特别是那些湾区的那些台美人一句话啦 你们如果care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对彭文正教授 说来 你们来办 你来讲 你来我的场子讲 对不对 对啊 而且呢 人家在那边讲说 蔡英文的这个论文们 他有讲说 中华民国应该要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吗 没有啊 OK 我反倒觉得说 他们愿意邀请他去讲 是因为他们愿意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愿意一起来把这个问题跟他处理好 我反倒觉得说 这应该要拍拍手了 对不对 对 那反倒是那种民进党 他去那种国民党的演讲的时候 也是一样啊 民进党他去国民党演讲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他叫过来说 你来我们的中华会报告一下 圈圈叉叉叉叉 台湾要双标到什么时候 台湾要蓝绿二桌到什么时候啊 就这个问题其实就像那个蔡英文 我之前讲过赖清德初选的时候 那个英系的媒体就是封杀他嘛 所以他就当然就是会去上一些 那个什么关键时刻啦 那个节目 然后就有人说 这是赖清德连蓝绵都上啊什么的 这个其实我就是觉得说 当时你就可以感受出英粉 跟他的这个特异 跟那个网军们 他们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就是说你先封杀人家 然后人家没地方去了 就必须要传达他的理念 然后就要去一些其他媒体 然后你就说 你看这个就是 你就去其他地方了这样子 那当然赖清德后来自己屈服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说就是 我觉得他们其实就 同样的做法一直在进行到现在嘛 所以如果说真的台派 就像我就觉得说 如果像我们这种节目 就是说完全以公平正义出发了 那你就是应该要从真实出发 然后呢 真正的这样对你台派本身 也才有好处 才不会说 只是你就什么都不做 然后你就觉得说 好像有一天就可以达成建国 可以达成那个正名制限 所以这个就没有可能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就没有可能问题 所以其实 那最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你彭文正教授 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研细胞 拿掉彻底去除 那台派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赶快争取这个机会 都来不及了 结果不争取 就让其他的人 当然其他的人就会争取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而且其实就像 那个刘仲毅教授一直举那个赖清德 去中国的例子 就是如果他是这样的想法 那他去哪里都是讲那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必须要 很清楚 就是说自己要做什么 然后怎么做 什么东西才是道德的底线 什么东西才是做人的基本 不能连这个都没有 然后讲说其他人这样做或者那样做 就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其实永远就是一直停滞在那个地方 甚至是一直倒退 现在已经倒退到说台派自己要去庆祝双十节 这个已经 已经就是荒谬到 悲哀都不行好不好 而且我再补一刀啦 我还听到说 有人告诉我说 这个台派会跟蔡英文在一起呢 是背后有很复杂的这种利益纠葛啦 OK 那但是呢 这些人他们其实心中也都很清楚 蔡英文是什么样的货色啦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跟他在一起啦 那我觉得说这样子更悲哀了啦 台派把自己的利益 OK 把自己想要遂行的这种政治的目的 OK 为了这些事情 不管说你的这个愿景有多伟大 不管说你的目的或是动机到底是什么 你愿意跟蔡英文在一起 我觉得说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了 OK 你现在不再衷机来讲说这个论文们 还在那边一直观望这个局势 然后在等着其他人来讲 我告诉你啦 到最后你都不用玩了 OK 因为呢 这个台湾搞不好就已经先被沉沦了 然后这个蔡英文了 搞不好自己就可以有空间一号的飞机 可以坐飞坐出国啦 我就是要这样子讲啦 那再来 反正我也不是立法委员啦 要来讲我 我当然还是会继续讲啊 OK 他就是最有可能会落跑的第一个啊 不是吗 不是开第一枪 那个我想说很多的知识分子 其实不管哪一种颜色的人 他们只要你们是真正的博士 真正的有透过一个合法的方式取得学位 然后透过一个合法和程序的方式升等 副教授到教授 我觉得都应该要出来真正面对 真正对于这个事情去好好的批判一翻嘛 就像那个林幻强教授 他不是在讲到说这个郝龙斌 1984年有真正获得一个什么 这个食品方面的那个卫生 这个方面的这个学位嘛 然后他就在比较说 郝龙斌的这个博士论文啊 这个连结啊 然后都可以查得到 然后可是我就记得说 好像彭文正教授有讲过 就是说郝龙斌啊 他们还有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他们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蔡英文那个被认证的是假的呢 不可能啊 怎么说学校不是都聘他了吗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然后伦敦的伦敦大学啊 LSE不是都是世界名校 应该是不会有错啊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个也就是说一个知识人 或者是说身为知识分子的人 他们就是不够有勇气 或者是真的没有办法去 去好好的去捍卫学术尊严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以这种政治 继续以政治考量 然后政治利益 政治算计 这样的一种利益出发的话 那其实这个真的就是 前途非常渺茫 而且渺茫到就是说 连做人的基本诚信 基本价值 基本的就是说 应该要诚实的这种 道德底线都可以不顾 那我那就是 这个地方啊 这个国家 要未来真的是非常的堪虑 不只是你讲的那些 有办法去读博士的人啦 OK 其他的人呢 他们如果financial difficulty 然后因此没有办法去读书 然后再必须要放弃学业 或者是说必须要去出社会来 做来赚钱 OK 对这些人也是非常的 不公平啊 因为呢 蔡英文你凭哪一点 凭着特权就可以这样子 虎搞瞎搞吗 这个是对的吗 OK 这对其他那些努力要上进的人 他们有那个什么 公平吗 那些有些努力要上进 然后再来他们为了要养家活口 你像张经律师 他还特地去 他还曾经为了要养活自己 他还去那边什么 在铺薄油 你对这些苦干上来的 出生的人公平吗 对不对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啦 今天就骂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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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